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可以應用Net來證明一些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跟compactness有關的 一個Proposition 我們考慮一個拖不空間X 以下會有幾個敘述 這幾個敘述是等下的 第一個敘述是說這個X 這個空間它是一個compact space 也就是說它的任何一個open cover都會有 finite subcover 第二個敘述是說 任何一個 family of close subset 只要這個f它滿足 或者說它有 有線交集性質 那麼就會保證 它裡面所有member的交集呢 是非空的 有線交集性質是說 任挑f中的有線多個元素 也就是有線多個f中 那種x的b級 它的交集都是非空的 那麼 就要推得 就有辦法推得 全部的交集是非空的 好 那 這兩個敘述看起來很明顯是等價的 因為你取餘籍就會看得出來 不過我們要講的是另外兩個敘述 第三個敘述是說呢 任何一個 universal subnet universal net in X 都會收斂 這是第三個敘述 這個敘述比較奇怪 因為這個敘述在matrix space的時候 你沒有等價的 那個對應物 那第四個敘述 稍微聽起來比較熟悉一點 就是任何一個net in X 任何一個x中的net 都會有一個 收斂的 subnet 這四個敘述是等價的 這四個敘述是等價的 好那我剛才已經提了 就是一跟二其實你用很簡單的集合論的操作 可以看得出來 是等價的 那他們是 在我們等他證明裡面是有點輔助的功能 用來連接 三跟四 好那我們等下證明的過程呢 好 是這樣 我們會證明 1推得3 然後3推得4 4推得2 2推得1 好我們等下會 照這個順序來做 好 那首先先來看 1推得3的部分 也就是假設了compact 假設了這個空間是compact 我要證明裡面的任何一個 Universal net都會收斂 那請大家還要記得一下 這個Universal net的定義是什麼 Universal net是一個net 就是一個序列的推廣 它的這個 指標極不見得是一個 不見得是正整數 而是一個directed set 那 Universal的意思是說 在x裡面你任調一個集合 隨便調一個集合 還有它的余極 這兩個 把x切成兩半 你這個net呢 一定會 eventually在其中一個裡面 好 認給一個集合 然後看它跟它的余極 這兩個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人 會讓 這個net eventually在它裡面 這樣的話 這個net就叫做一個 Universal net 好 那這個條件我們將要用來說明 它會收斂 好 現在假設 把符號設定一下 我們假設 有一個Universal net 叫做 xalpha 扦號設定 X 就不寫了 Nex 好 給定了這個Universal net之後呢 我們假設它不熟練 它不收斂到任何的 x 中的点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证明它收斂 所以我就反正假设它不收斂到任何的点 那什么叫做不收斂到任何的点 收斂到某个点 x 的意思是说 你考虑那个点的一个 open neighborhood 那你这个 net 必须要 eventually 在那个 neighborhood 里面 那你不收斂到那个点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找得到那个点的一个 open neighborhood 叫做 ux 好了 of x in x 你找得到一个 open neighborhood 使得你这个序列 这个 net 它 eventually 在它里面这个叙述是否定的 是错的 使得 我先用逻辑符号好了 这个 net 它 lies in ux eventually 好 这个是否定的符号 好不好 就这个叙述是否定的 你会说我干嘛不要讲说 它 does not lie in ux eventually 因为我后来觉得这个 英文上 does not lie in 这个 eventually 好像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好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否定符号的逻辑符号来写比较好 好 严格一点 好 那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 x lies in 这个集合 eventually 是错的 一般来说我们会推得的是 x 这个 net 这个 net 它必须要 lies in ux 的余集 frequently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现在这个 net 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 universal net 所以它只要这句话是错的 那它就会 lies in 它的余集 eventually 可以吗 好 所以这句话 会推得 x 这个 x dot 这个 net 它会 lies in x 扣掉 ux eventually 好 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 net 是 universal 好 这个 net 可以吗 universal的关系 好 所以你可以推得这件事情 好 所以每个点都找到了一个 neighborhood 叫 ux 使得这个 net 会掉在它的余集 eventually 好 那可是你最后知道 这个 x 这个 x 呢 反正就是 所有这些 ux 的连集嘛 因为每个 ux 都在它里头 然后每个点 x 都在 ux 里头 对不对 所以这个等号成立 然后呢 又因为 x 是 compact 这是我们的假设 这是摆 1 按照我们刚才的 1 对不对 前面 前面第一个叙述说它compact 所以compact的话告诉我说 我可以找得到这个点里面的有限多个 x 1 到 x n 好了 使得呢 使得 x 就是它们的连集 u x 1 连集 u x n 对不对 可以吗 有这么一回事 那可是只要它是它们的连集 那当然就会保证 这句话又会推得 他们的余集的交集是空集嘛 对不对 就是 x 扣掉 u x 1 交 x 扣掉 u x n 是空的 可以吗 就全部取余集 但是这个不可以发生啊 因为你现在这个 net 它会 Lysin 每一个这种余集 eventually 所以它会 Lysin 这个 eventually 这个 eventually 这个 eventually 可以吗 什么叫做 Lysin 它 eventually 就是你任挑一个 竹马 alpha 或者说 delta 好了 我总是可以告诉你 它后面的某个竹马 以后的全部标号的像 都会掉在这个里面 可以吗 所以对 你任挑一个 delta 竹马 delta 在 d 里面的 delta 你对这个人 你可以找到一个 alpha 1 使得 alpha 1 以后的像 都会掉进去 对第二个人 可以找到一个 alpha 2 第三个人可以找到 alpha 3 最后找到一个 alpha n 可是我的 d 是一个 directed set 所以呢 针对 alpha 1 跟 alpha 2 我可以找到一个 共同比它大的人 可以吗 大于等于它们两个的人 比如说叫做 alpha 1 2 然后我再找 alpha 1 2 跟 alpha 3 共同比它们两个 都还要大于等于的人 叫做 alpha 1 2 3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找到一个共同比 alpha 1 1 跟 alpha 2 一直到 alpha 2 都还要大于或等于的某个 alpha 那只要是那个 alpha 像以后的所有的像 都会掉在它里面 也会掉在它里面 也会掉在每一个里面 可是这是空级耶 不可能 可以吗 好 所以这句话 会再顺便告诉我说 这个 x 它会 Lysin 刚才写的这个 x 连击 u x 1 对不起 扣掉 u x 1 连击 x 扣掉 u x n eventually 这个证明我刚才口头讲了 就是要用到 d 是一个 directed set 这件事情 你想一想 好 所以我这地方留给大家 自己 check 一下 这个很简单 好 可是这就得到一个矛盾 因为它其实是空级啊 因为是空级 空 对不起 交级 谢谢 好 交级 可以吗 好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就这样 所以你知道这个 universality 这 universal night 这个 universal的性质 有一些很奇妙的推论 好 这个是一推的三 那三推的四是显然的 对不对 因为你四是说什么 四是说任何一个net 都要有收敛指列嘛 好 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任何一个net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 universal subnet 所以那个 universal subnet 会收敛 就这样 困难的部分是那个 用选择功力去证明 存在 universal subnet的部分 只要有了之后就很轻松 好 那再来 我们来看四推的二 那我们的出发点呢 是 F 它是一个 family of closed subsets in x of x 然后我们假设它满足 假设它有这个 假设它有FIP 假设它有FIP 好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做的事情是这样 它既然有FIP FIP 我最后是希望证明它们全部的交集是非空的 这句话就好像在讲 像是那种区间套定理那种感觉 但是 我要怎么样证明它的交集 里面的元素的交集是非空的呢 我就是要造一个元素掉在那些交集里面 但是我现在知道的是 里面任何有限多个元素 交集是非空的 所以你的想法可能是 你先挑 里面任何有限多个元素先取交集 然后在那个交集里面调一个点出来 然后这个过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net 如果这个net 它是一个net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收敛的subnet 那个收敛的subnet 会不会就掉在全部人的交集里面呢 你会希望这样 比如说利用到它们里面的元素都是b的 有点像是说 任何一个b集里面的序列的极限 都要掉在它自己里面 如果你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话 那好像就可以说明它们的交集里面有一个元素 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 我们考虑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叫做f'好了 f'就是取f里面的有限交集构成的东西 它就是取f1交fm 然后这个地方的m是一个自然数 然后f1到fm是f的人数 好 我们考虑这个集合 所以它显然包含了f 它更大一点 那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是说 这个f'它满足 它仍旧有这个fip 对吧 因为你拿这里面有限多个元素来交 就还是有限多个f的元素来交嘛 所以它还是会有fip 那同时你还知道一件事就是 就是所有f'的元素拿来交 跟所有f的元素拿来交是一样的意思 可以吗 好 所以 我们最后只要证明这个f'的交集是非空就可以了 所以你大可把f扩充大一点变f' 这f'有个好处 有个好处 这个好处是说呢 f'它在交集的操作下是封闭的 就是你拿f'里面两个元素来交还是掉在f'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选这个f'的一个好处 好 那现在我知道一件事情 对每一个 这个f'我们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directed set 这个directed set呢 你就用包含的关系 就是我用大于等于 我写大于等于 那这个大于等于 就是包含于 就是越 在集合包含意义下越小的集合 在我的意义下就是越大 好 那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directed set 可以吗 这个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证明它是directed set 显然这是一个preorder 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唯一需要说明的是 这拿里面两个元素之后 可以找到一个同时大于等于它们的元素 换句话说 这拿两个元素之后 你要找到一个同时包含于它们的元素 那当然没问题嘛 随便拿两个这个就交集就好了 好 可以吗 好 所以这是一个directed set 好 那你现在就选 就对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这里面的元素 就是任何一个这种交集 任何一个这种交集 我们就选一个xc掉在它里头 可以吗 因为我知道它是非空的 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非空的 可以吗 因为原本的f有finite intercession property 好 所以你每个这里面的元素 都可以选一个它里面 每个这里面的c 就是一个x的某种地级 都可以选一个里面的元素 好 那这样一来呢 你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net 这个net就是从f'送到x的 可以吗 就是c就送到xc 就这样 好 做了一个net 我们的目标是说明 这个net 我们已经知道 假设它有一个收链子列 因为4就是告诉你说 任何的net都会有一个 收链的子net 不是子列 这个net会有一个收链的subnet 那个收链的subnet 收链上某个点的话 我们希望证明那个点 就会掉在所有f'的 member的交集里头 这样就可以说明 它的交集是非空的 你大概可以从序列的角度去想 这应该可以容易想象 那怎么说这件事呢 我用c 没关系 ok 好 现在这是一个net 那由4 由我们的假设知道 你有一个subnet会收链嘛 那什么是subnet subnet就是这边要接上一个final map 所以我可以找得到一个final map 从某个d出发 叫做h 送到我的f' for some directed set d 本来比较正确的写 应该是要写 我把它写出来好了 某个 某个是我们的大小关系 可以吗 那这个大小关系 跟刚才的pre-order 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吗 就只是说它是一个directed set 自己有一个pre-order 好 使得呢 它做出来的这个universal 它做出来的这个subnet 会收链 我把它叫做y好了 这个新的subnet 叫y 所以这里面正硬一个alpha 我就把它对到xh alpha 可以吗 h alpha别忘了是一个f'的元素 就是一个像c那样的东西 好 使得这个东西呢它会converge to some point 我们假设收链到某个点叫x好了 好 那最后的目标就要证明这个x 它会掉在 它会掉在所有f'的元素的交集里头 那现在因为呢 这个h它是final final的意思是什么 final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边任挑一个元素以后 我总是可以在这边也找到一个元素 使得在这边 那个元素后面的像 后面的元素 在顺序上面在它后面的元素 送过来都会在一开始那个元素的后面 那所以写出来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写出来的意思是说 对任何的这边的元素c 我都可以找得到 一个这边的元素叫做alpha好了 使得这边的所有alpha后面的元素beta 这边后面所有的beta呢 它只要beta会大于等于alpha的话 就会保证h of beta会大于等于c 可以吗 这个是按照定义写出来的话是这样 那h beta大于等于c的意思就是h beta会包含在c里面 一样的意思 因为在f'里面的大小关系是用包含的 好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alpha alpha后面的beta送过来之后 全部都会包在c里头 给定c可以找到这个alpha 好 那么 这样一来 只要它包在c里头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y beta y beta因为它属于h beta的关系 黑吗 为什么 因为beta送过来是xh beta嘛 xh beta就是xc那种东西是属于c的 所以是属于h beta 所以它也是在c里头 所以你知道从alpha以后的像 alpha以后的像 经过y y这个net送过来以后 就是得到在c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这样一来呢 会保证什么是呢 好 换句话说 你正调一个这个c以后 你可以找得到一个alpha 使得后面所有的beta 只要这个后面所有的beta 都会使得y beta在c里头 我等于是把刚才那句话再抄了一次 我只是说写出来的话就这样 那这句话在说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整句话的意思是说 不是这整句话 这半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y它lice in f eventually eventually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找得到某个家伙 那个家伙后面的像都会 那个竹马后面的像都会掉在c里面 lice in c eventually 可以吗 好 那它既然lice in c eventually 那你又知道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y这个net它会收链到 收链到x嘛 它如果收链到x 然后它又lice in c eventually 这样会保证什么事情呢 这样会保证x会掉在c里头 这个原因是因为c是b的 n吗 c是b的 好 那如果x掉在c里面 这掉在c里面是每个c 这是对每个c for every c 我都有这件事嘛 那不就好了吗 那就是表示 x会掉在所有的c的交集里头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的意思 这样就证完了 可以吗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net看起来有点怪 你想想序列的情况 差不多可以有一些感觉 这个部分 用序列来想 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 所以四推二就完成了 那么最后 我们还是把这个很简单的二推一写一次 二推一呢 现在假设任何有FIP性质的一堆B级的交集都是非空的 那我要证明任何open cover会有finite subcover 那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先取一个open cover 或者我这样写好了 let 这个u呢 它是一个open cover of x 我的目标是要证明它有finite subcover 那 或者我说假设 如果它有任何的finite subcover 假设它没有任何的finite subcover 换句话说 对任何的有限级 任何的有限级叫什么 叫做U0好了 在U里头 这个U0的交 U0的连几 都不是X 就我们知道这回事 这样一来你只要令 你令F 就是由U的元素的余几构构成的 那这句话会保证什么 这句话会保证这个F 还有 finite intersection property 可以吗 因为这里面任挑有限多个元素来做交集 就是这边有限多个元素连几以后的余几 可连几以后不会是X 所以余几不会是空的 可以吗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所有的F的交集 也是非空的 这个是按照我们刚才的假设2 对不对 按照2你知道是非空的 可是所有F的交集 那是什么 所有F的交集就是 所有长这种样子的东西 的交集 它又是先连几以后 的余几 那是非空的 那这个就是一开始的X扣掉 这个 那可是你知道它是open cover 这是空的 所以得到一个矛盾 就这样 另外一边也非常类似 1跟2的等价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这边当然只要证明2推1就够了 好 所以这样就证完了 这个proposition 那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好处是说 其实我们不是真的那么关心这些net什么的 有时候我们想要问说一些空间是不是compact 但是呢 某些证明里面 你如果用叙述3或叙述4 会有一些便利性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些例子 好 我们现在考虑一个lema 这个lema呢 里面说什么呢 它说呢 如果我有 还有 一组trop空间 还有 另外还有个net 有一个net 叫什么好 叫做 x好了 这个net呢 是送到他们的product里头 可以吗 有个net 那当然 你要指定一个net 就是每个这边的元素 α送过去要是这里面的元素 那个元素有分量 因为这个product意思就是每个z都有一个元素 所以 其实 这边要给个net 跟 你要每个xj里面给一个定义在d上的net 是一样的意思 可以吗 所以这一体的两面 好所以 我们会这么说 就你这边有个alpha 那我就会送过来 有个叫做xalpha的东西 那这个xalpha呢 它又可以再分成很多分量 它会有xalpha j j属于j 可以这样写 那这个不是net的符号 可以吗 这个符号不要把它跟net搞混 这个写法是说它是这里面的一个元素 这个位置叫做xalpha 就只是这样而已 好 所以你也可以说 就是这是一个net 换句话说啦 这里有很多个net 这里的d送到 你会有一个叫x 这样的东西 到 xj里头 这是把alpha送到 xalphaj 它是一个net 可以吗 完全是等价的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 可以证明一件事 这个x这个net 它会收敛 它会收敛 在这里面会收敛 这个product我们用的是 product topology 可以吗 会收敛等价于 等价于 所有这些分量都会收敛 所有这些分量都会收敛 这个 这个分量我们给它一个符号好了 因为这样写起来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对任何的 j 这个net 都会收敛 可以吗 可以吗 就每个分量的net都会收敛 等价于原本那个net都会收敛 好 那么 这件事情其实 很明显 单边很明显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呢 我们前面有说过 只要你有一个连续映射 有个映射是连续的 在domain这边有一个收敛的net 那它的影像就会收敛到 这边收敛到极限的影像 那当然我现在这个product space 到每个空间 每个分量空间有一个自然的连续映射 就是投影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product space 到第这个空间 这个自然投影 我不要这样写 我写k好了 你的符号有点丑 到sk 可以吗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 连续的 可以吗 都是连续的 然后呢 并且 很明显的这个xj 它就是 把 sk 它就是把 原本的 net 套到πk里面 就这一回事 所以这边很明显 我以前证明过了 只要是连续映射的话 就会保持 net的limit 好 那我们现在来 做反过来的 反过来的也不难 只是说要用到 prodata topology的性质 我们这么说好了 其实可以写得更明确 就是 如果说它收敛到 一个元素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叫做 x好了 好不好 我把它写在上面 converge 这个 to 我们写tox好了 好不好 收敛到一个点 x 若且为若呢 他们是收敛到 这个x我把它叫做 xj 这符要烂透了 这是 anyway 你应该可以分辨得出来 好不好 它收敛到 xj 可以这么说 这是等下的意思 我只是把那个点 写得明确一点 好 回来的话呢 你要证明 就是如果每个分量都收敛 你要证明本来会收敛 本来会收敛 收敛是什么意思 就是 含有 x的任何一个点 含有x的任何一个open set 你都要证明这个net x dot 要eventually lies in那个open set 里头 可以吗 你要证明这件事情 那你就想一想 含有x的open set 要讲成什么样子 在product topology之下 一个open set 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product topology 是 它的考量是希望所有的分量都要是 所有投影分量 所有到分量的投影 都要是连续印射 请说 我这里更正一下 这个是贼 好不好 这应该不会搞错 应该很明显 那你记得 product topology 的目的是使得 所有的自然投影是连续的 然后要让那个torp 这上面有个torp 让自然投影连续 而且那个torp要 越 越 小越好 对不对 那你发现说如果那个torp要有的话 至少你拿有限多个分量的开集 做premage回来要是 开的 然后你发觉那些东西会构成一个 basis 所以这里面的开集是什么 就是 有限多个分量是拿开集的premage 把那种东西拿来做连集 所以 做出来的东西会长还是一个product的样子 但是除了有限多个位置之外 都还是原本的 xj 可以吗 好 所以你回想到一件事 长相这个样子的集合 满足两个条件 好 满足两个条件 第2个是 只有有限多个分量 有可能不相等 这个集合它是一个 basis of the product space product space就是这个product tradition product equipped with product topology 我们知道讲这种形状的东西是一个basis 所以基本上只有有限多个位置要要求是某个开集 其他位置就是全空间 就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好 那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 for any open set 或是any open neighborhood 任何一个product 任何一个product里面 x的open neighborhood 你可以存在 存在一个这样的东西 存在一个 这个叫什么好 这个叫b好了 好不好 存在一个 这样的东西 使得呢 x是掉在 这个家伙里面 可以吗 就只是插入一个这个 那你的目标本来是要证明原本那个net 会eventually的掉在u里头 你现在只要证明它会eventually的掉在这个里头 就可以了 可是呢eventually掉在这个里头 就是要看分量嘛 可是你看分量的时候 这边的分量 大部分都等于没有限制 因为对有限多个以外的yj 它就是xj 那些分量根本不用看 它本来就是会 任何的 组码都会符合那个eventually掉在里头的条件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我们说 你令 j0 就是 现在写的这个 对这个y来做的 让这个yj 它 不等于 xj的 那个 那种j 我们现在要求 知道它看得出来是一个finite set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因为x 按照我刚才的写法 这个x 第j个分量 会掉在xj 会收敛到xj 因为这个它会收敛到 xj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它会 lize in yj eventually 可以吗 那既然lize in yj eventually 就可以推得这个x 就可以推得这个x 写清楚一点好了 存在一个 对任何的 alpha 对任何的delta 我可以找得到一个 alpha j 使得呢 对任何的 alpha 只要是在alpha j的后面 就会保证 这个会掉在yj里头 可以吗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你现在就选 你对这个固定的delta 你可以找到一个alpha alphaj 对不对 这个是 这是固定的 从头到尾都固定 对每个j去选 alphaj 你就选一个 alpha Tilta 使得 它同时 大于等于 所有的alphaj for all j属于j0 本来你是要希望在所有的alphaj后面的像 但是其实你不用管大部分的像 你只要管j0里面的像就好了 那因为这是有限的所以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那么 对任何的alpha 大于等于 alpha2 对不起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 x alphaj j 就会 掉在 yj里头 这个少了一个alpha 我知道 难怪你们刚才看起来有点 面露男色 好 这样可以吗 这个地方是for all j可以吗 当然是for all j0 但是 for all j 因为其他的 j0以外的j 这个都是y 都是xj 所以没有要求 可以吗 很简单的一个 proposition 他只是告诉你说 你product topology为什么 可以被这样用 因为 你会一开始觉得product topology很奇怪 对不对 为什么不要选那个 每个分量都是 随便的开机 那实际上 在那个设定之下 东西才会比较和谐一点 好 所以你这个类吗 小u 小u there exists there exists 好 exists 这个 这个basis 谢谢 可以吗 这个更正哦 刚才那个u 应该是这个b 结束了 好 那么作为刚才这个proposition 还有lhemma的一个corallery 我们可以 证明 Ticot-North 定理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定理 叙述非常简单 但它非常重要 在这个分析里面会用到很多次 对任何的 compact 对吗 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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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点 compact Product space指的就是用product topology 我的目標是要證明 Product space是compact 前面已經有一個proposition告訴我 compact有很多種等價的說法 例如說你可以說明 任何一個 Universal net 它都會 收斂 這樣就是 等價於compact 所以呢 我們考慮 X 它是一個 Universal net 那為了方便 我把這個product space 記作 X好了 才會每次都寫那麼多符號 我們假設有一個 Universal net X這個product space 我的目標是要證明這個會熟練 這個Universal net會熟練 那我們在前面談到 Universal net的時候 已經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連續映射之下 Universal net的影像會是Universal 的net 對不對 那證明非常簡單 因為你只是要證明 影像會掉在任何一個集合跟它的complement裡頭 其中一個eventually 那你就取 餘集 還是會得到某個集合跟它的complement 好 所以 所以 只要我在X這個product space 沒有一個Universal net 那你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 它的每個分量 這每個分量 就會是一個 你知道它就是 PiK嗎 PiJ 就是自然投影 PiK Is a universal net In Xj For every J 可以嗎 Universal net在連續映射之下的影像 還是Universal net 可是每個XJ又是compact And the hands 這個是for every 這個 And the hands 它會converge 它會熟練 對不對 因為compact裡面的Universal net會熟練 但是由 Lema 前面這個Lema 你知道 這分量都會熟練 所以原本的 這個東西 會熟練 證完了 可以嗎 就這樣 所以這個定理 本來很困難的 它拿真正的難點 我們在剛才這個證明裡面 是把它藏在 存在有Universal subnet 這件事情 還有前面做的一些工作 這些整理的工作 所以當你把 很多東西 類似 以前在序列的情況 有看過類似的情況 你就 詮釋成 新的版本 在這個 Net的版本之下 來看這些事情 你就發現說它還是 可以 看出一些 Not trivial的事 這證明有非常多種 我們現在採用的是用Net來看的 它還有一些別的 但是每一個都要用到 選擇公理 事實上可以證明它跟選擇公理是等價的 這個敘述本身 好 那我們剛才 給這個是一個 一般的證明 就是 有 任意多個 拓幅空間 全部都是compare情況的證明 我強烈的建議大家要去看一下 只有有限多個拓幅空間的情況 那可以有一個更粗等一點的證明 比如說就兩個拓幅空間 兩個compare space 沉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怎麼證明它的product是compact 那個證明更粗等 但是一定要看喔 因為那個證明的過程 在某些地方 可能會用到 所以 大家自己做個reading Reading exercise 就不用教 但是你要自己看一下 假設x跟y都是compact 那麼 x乘y 也是compact 請證明這件事情 但是不要用到 net 就是你用普通的論證 或者說不要用到選擇功力 or the axiom of choice 可以嗎 就不要用到任何那些東西 你用初等的論證 可以看得出來 這至少要做過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我就不在這個地方講了 因為 基本上 大部分講點擊拓幅的書 我們的參考資料上面都有講 這件事 你想一想要怎麼做 也許未來有機會 我們用到這個論證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但是你 你最好可以找機會看一看 好 我沒有要不要用出來啊 我會把這些東西一起分析 我會把這個口袋 你會嗎 我覺得 我會把這個口袋 你不會把那個口袋